我迟到了大概十多二十分钟 现在暑假孩子们的活动就更麻烦 父母们就都忙很多 要去不同的活动 然后接送 然后天气又变热了 上个星期开始真正的洛杉矶开始热了 继续聊表演课的事情 先再次吐槽一下我们的学校 我们学校是这样的 就是它按月收费 然后逢节就放 公共假期一律放假 然后还包括春假 冬假 然后还有summer break 上两个星期 两个星期 连续两个星期四节课就是summer break 所以我们都有四节课没有上 所以真的是吐槽一下 其实我们是蛮想每一节每一个周都上 因为毕竟一个是花了钱 另外的话也不想停下来那么久 上个礼拜有四个audition 有两个是zoom的audition 有两个是self tape 那self tape的话 有一个是找了中国的演员朋友帮忙 第一次时间比较仓促不满意 就申请了延期 然后又找了同学 把同学从Vanice Beach就请过来 过来帮我做这个self tape 他又再进一步的帮到了我 提前进入状态的那个过程中 我们应用了这个想象 然后对话 甚至是有点像我们上课的那个reputation 就把前面的那段加了很多对话 对白在里面 但没有开始录 就事先就是进入这个状态 他不断的用那个角色的那个情况 和跟我在说话 然后我就也以我的角色的身份来回复他 回复他回复他 最后状态到了 然后开始录 所以那个录的我觉得还是蛮满意的 前天又做了一个audition 感觉还不错 前的话就特别被这个sides 吃镜的脚本框住了 就觉得一定得每个部分要按他的要求 这样的话就是你所有的东西都是有预设的 就不是那种油然而生的那种 那这次的话就完全理解了这个人物 和这场戏的导演的想法之后 和再加上我的理解之后 完全就脱开了这个sides 没有去按那个去演 那反正这样的话非常自然 就感觉很爽 就感觉 所以世人都会是这么去表现 是这样的一个性格 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他就可能是这样 感觉很好 还有后天还有一个要到期的一个audition 还没有弄完 那是一个长篇的feature 是在休斯顿拍 然后我昨天说的 我挺满意的 这个是在加拿大拍 所以最近有几个都是在外地的 然后也还感觉 剧本啊各方面还不错 所以在努力的争取当中 至少是把这个sides 录好 现在在路上感觉不是很塞 那也要快一个小时 所以迟到20分钟 然后上完课再跟大家继续聊 拜拜 上完课了 今天因为休息了两周 所以我发现好多同学都有一种 就是哎呀 就放假停了太久了 那种感觉 然后就有不少找不到 没有找到那种感觉 然后也有一些 这个partner不在的 然后别人替补的 看同学们的表演的话 现在也会比以前更加挑剔一点 就是会去注意很多方面的细节 比如说是不是在演啊 或者说是过度过分了 过火啊 想着结果啊 或者是盯着对方看不生活话 没有在做手上的一些事情 这些方面都会 然后还有就是他讲的 呃 说的话 有没有让你带进去 有没有让观众听进去 这些都是现在来说 等于说要求更高了 啊 我想这是进步吧 然后 对自己来说 也是不断的要求自己来去 好好的听 好好的听 这个真的不是件太容易的事情 因为你 始终是在演一个片段 或者一段戏嘛 那你总是会想着那个剧本啊 或者说是你的分析啊 你的导演对这个剧情的一些想法 你都会想 然后一想的话 你就会忽略掉 啊 对手 当下 说的话 也有一些同学在上课的时候 老师对他的一些点评 可能 说的有点 要求更高吧 令到他们某些这种 反弹 就是啊 在辩解 感觉上 听起来怎么会这样 但事实上 我觉得时间长了 你会有各种想法 怀疑自己也好 怀疑别人也好 也不想这样也好 那样 就上课时间长了 还是又得再调节一下自己的这种状态 在进入那种空碑啊 很很就是谦卑啊 这样的心态 始终要保持 所以始终要提醒自己 那下个礼拜继续吧 我们再继续努力 我们再继续